平川说冷静 天天良不瘦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 排右 遇见了一名老对手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SG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人族ID FQQ大Q神 本场对抗 先造兵营 后造鸡蛋 有可能中立开 当然也有可能是本族英雄 主要是看看对手的种族 好 对手的话 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一名红色的亡灵ID叫张迪 FQQ的话和他已经打过两场了 据观众反映 这名玩家好像也是一名主播 一旦做了主播 实力应该都不会太差吧 我们看一下 前两场的话 亡灵都是选择恐惧魔王的首发 然后赢了一场 输了一场 我们看看第三场 双方的一个较量 好 开局 我们看一下亡灵 换战术了 这边首发的是小强 地血林中 首发小强的话 有一个战术非常猛 就是用骷髅海来打 因为小强这个英雄 自身强在召唤物很强 你再加上骷髅海的战术 就是召唤物 两冲召唤物叠加 战斗能力会非常的爆表 好 我们看一下FQQ的一个开局 这边是又回过到了圣骑士的首发 确实 一场较量 FQQ选择大法师 结果被别人爆打 第二场的话 他选择圣骑士 赢了 第三场 这一次轮到亡灵做出了改变 亡灵的话 英雄从恐惧魔王变成了小强的一个手发 好 我们看看 英雄手发换了之后 效果怎么样 反正FQQ换了英雄手发的话 效果还不错 上来的话 看看 嗯 的血林中 直接是卖TP 亡灵是选择开矿的一个打法 这个地图的矿也不是那么容易开 不过离的点比较近一点 开矿 亡灵只要有双矿再少 后面打的人总还是比较好打 LKQ呢 还是回归到圣骑士的一个手发 圣骑士手发 那还是比较追求英雄的等级啊 三级之后 二级圣光 疯狂图农 好 我们看一下 圣骑士上来练哪个点呢 不出意外 应该是练这个雇佣兵 开局出来的话 已经有三个步兵了 亡灵 我们看一下 这里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五级小野人 现在身上加了一个心 非常的暴躁 非常硬 看一下 这里的话 FKQ提前买了个黄皮 给圣骑士来两口 这里的话 六级的野怪 最后来揍 先把旁边的小洛洛 一个一个干掉 好 FKQ的话 在自己练集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去侦查啊 一般前期王力没有过来陪的话呢 应该是开矿 好 开局的话 圣骑士整了一个大无敌 身上本身有无敌一个技能 再加上一个大无敌 虚豪能力会比较的强 不过现在FKQ的办法应该是什么时候能练到三级 诶 中间双方相遇了啊 这里的话 黄皮驱散一下对方 这里来了一个围杀 围杀一个步兵 圣骑士买了一个鞋 单穿的话 应该也要买一下大无敌 直接是卖掉 这边王力还想来围杀 人组反应过来 赶紧撤赶紧撤 FKQ过来 诶 看见对方开矿了 可以啊 FKQ的话并没有忙于和对方乱斗纠缠 而是选择侦察 这个意识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啊 那随着圣骑士的到来 王力的话 暂时放弃了开矿 这边把对方的矿计划打败之后 我们看一下KQ怎么办 还是要找机会练三级啊 家里的话看一下 开始升二本了 王力过来抢FKQ的点 刚才小强打了个回二戒指 那血量恢复起来会比较的快一丢丢啊 王力放弃开矿 选择升本 放下坟场 FKQ的话也是选择升本 然后这里敲了一波民兵过来 还是想想办法把升级师弄到三 弄到三级之后 这里再买一个单船 去里面的话吐杀一点小农民 这个口子应该能进去吧 升级师安排好了 看一下单船安排好 现在是2.8级啊 即将到三 这个点练完 金光一闪 没有闪 2.9级 好 步兵再摸一个小怪 马上到三 三级之后就可以过来屠农了啊 刚好你升本的射杀你农民 王力会比较的难受 这边小强还在外面吭哧吭哧的练 已经三级了 好 升级师来了 A一下 这边还没有到三吗 步兵加油了 好 大哥就靠你们了啊 现在一级升光杀不死 二级升光才可以 好 三级了 二级升光开场 哎 王力 细节还是很不错啊 这个口子堵住你 甚至是一时半晃还出不去 但是这个小口子 农民是可以出去的 FKGO还是杀了对方的一个小四三 升级师躲在一个小角落 这样的话 哎 看一下 哦 五个小狗还是能挠到他 本以为只有两个小狗能挠到 没想到五个小狗都能挠到这个升级师 那升级师的话有无敌 可以顶一顶 刚才是卖了个大无敌 好 王力选择的强冲 哦 FKGO家里的话只有一根升塔 幸好民兵作战能力还是比较的强啊 对方升的是二级的小架虫 这里这对手想强冲 FKGO的民兵 那也不是吃素的 另外一边升级师无敌 一顶开始图农了 哦 双方开解又打了一个 非常强势的换加局啊 你杀我农民 我也杀你农民 小枪现在没有蓝了 嗯 没办法 没有蓝的话 没有什么小甲虫 好 这里升级师无敌时间到来 60滴血 40滴血 20多滴血 要交 要交回传7滴血 哦 这反应慢一点就没了 看TB的位置 小枪能不能摸到这个升级师 摸不到 他钻到里面去了 这一部FKGO还是比较危险啊 家里的话 商店居然还没有造好 幸好 钻的位置 比较的 刁钻啊 好 商店好了 慢聊一天 升级师又回来了啊 这边小乔 也是把自己的状态啊 几乎打完了 没有蓝 回家补状态 奥本身好 家里的话 哎 他还是选择 用天鬼的一个打法 那天鬼的打法 要求是对方没有见他啊 你要有见他 你天鬼打这个塔 打不太动啊 好 王林并没有用骷髅海的战术 他还是喜欢用天鬼的机动性比较强 天鬼再加上小甲虫过来 轮番的杀对方的农民 哎 FKGO敲了一波民兵过去 祸 这是千山万水过来相遇啊 来练这个点 王林偷偷拉了四条小狗过去 又想去对方家里杀农民 但是这个时候FKGO的话 已经造好了一根箭塔 第二根箭塔也在升级当中 FKGO也是洞察了对方的一个动机啊 原来是想各种的白票农民 王林这个框要不要开 FKGO体现一个步兵侦察 圣骑士 圣骑士一般都是骚扰一波 练一波 然后再骚扰一波 好 天鬼过来 能看见吗 哎 哎 好 看见了 六级石头栏倒下 经验值还是被FKGO拿到 这里可以杀一些小农民 圣骑士 好 这里打了个吹风 赶紧把小枪给吹起来 这小枪要是一不小心 是吧 多来一点技能 你这边人子就有点亏了 好 FKGO买了一个防风机器人 王林的话 提醒把飞艇给抢了 堵了你逃跑的一条生物 这里圣骑士 哎 哎呀 被他给钻出来了 你敢信 这里看能不能围住 能不能围住 还是被他给钻出来了 可惜可惜 好 这里围你一下 完了 这里一个吹风 把你小枪给吹起来 圣骑士 居然被他给逃出来了 这一波要是能把小枪 能把圣骑士给杀了 王林基本就赢了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两个天轨 哎呀 对不了 有剑塔太强了 这里王林 还想找机会强冲 FKGO家里的塔 现在不是很多 只有两根塔 一个剑塔 一个圣塔 王林想强冲圣骑士的状态 不是特别好 不过呢 商店在可以买雪皮买蓝皮 王林 这个框要不要开 好 暂时还是没有开 这边的话还是 直接是冲到你家来的 圣骑士单纯到里面 赶紧买药膏一贴 这个口子堵住 应该是装不进去 打断一下 你圣骑士的药膏 好 伐木机器人被干掉 这里农民死的 也是有点多 这边 看能不能把这根 剑塔给处理一下 这根剑塔处理掉 这两个天轨 就有点猛了 王林有点贪 他还是想杀英雄 小甲虫招进去 继续找机会 摸一下英雄 摸农民 FKGO这一波 打得还是有点惨烈 幸好 这个距离够得着啊 买了个300号 买了个火球 可以打天轨了 接下来小强 哎呀 小强一直想冲进去啊 没有把这个塔给处理掉 这边小甲虫 赶紧杀农民 升骑士的话 刚好CD好了 又可以有无敌了 好 这一波FKGO 万分惊险 没想到还是被他给守住 这个建筑学立功了啊 建筑学非常完美 卡住 保住了这边农民 对方的英雄进不来 只能小甲虫进来啊 好 升骑士保住了 等级到了4.6级 对方 小强的经验值的话 有点落后啊 只有4级 看看这个矿 好 王林还是想开这个矿的 拉了几波小狗 过来把这个步兵给赶跑 小强 4级了 现在王林的话 好像还在继续出天轨 就想压制一下FK的塔 但是FK现在好像想继续补塔 而且现在木头有点去 刚才农民疯狂战斗 忘了自己的产 木头本职工作 这边的话 三辆小狗 把这个步兵给处理掉 诶 单船过来了 雪亮 呼 一森雪 非常惊险 又单船过来 那圣骑士一过来的话 王林这个矿 又搞不定了 好 天轨想过来偷袭一下 找机会先把 升级的剑塔给干掉 这里空头一波 你建筑学好 我这里空头进来 诶 这里看能不能第一时间把塔给处理掉 这边两个人在强化 不过王林的矿好像还是起不来 天轨的话 先把这边的圣塔给搞掉 圣塔搞掉 只有一根塔了 这个一局 这个王林打得很针对很针对 分环过来搞FK的家 现在小甲虫 有五个小甲虫 战斗能力很强 可惜的是身上的骷髅棒没了 如果骷髅棒有的话 再招一波骷髅 FK这一波估计是没了 人口30大战14货 FK就一个英雄 几个小农民了 这个一波打得非常惨烈 好顺其是 这单纯CD还没好 只能慢慢跑回家 又来了三条天轨 看能不能把这个塔给处理一下 不他还是先把农民给杀完 也没问题 把对方农民杀完 你这个经济就有点问题了 好 然后上个飞艇 哇 FK只有10人口 一个英雄 四五个农民 这一波看看 不过现在对方五级英雄 哎 你千万别过来 对方有三级圣光 小乔你可能会扛不住 好 家里的话 又两条天轨过来了 亡灵这一波很有机会 FK被冲得很难受 这里天轨 哎 小乔很危险 哎呦 三级圣光赶紧上飞艇 这里找机会 第一时间把对方的塔给处理一下 对方有火球 也通过这个空军的机动性 慢慢消耗FK的塔 哎呦 一个三级圣光 一个天轨被干掉 FK只有13人口了 继续强拆好 FK主框还只有一根塔 这一局 FK相当惊险 我随着圣级是到五级 这个小乔怎么保命 也成了一个问题啊 小乔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 但是面对对方三级的圣光 好像有点扛不住 哎 圣级是走了 这里天轨又可以绕过来 哇 千万不能浪 FK主第二根践踏起来 第二根践踏一起来 天轨的话就有点扛不住了 FK主好 在外面 哇 人家睡觉的时候 你也能造个房子 这房子一造好 后面买一些防护机器人 就比较方便了 天轨想过来搞事 圣级是首家 那圣级是首家 亡灵的话又找机会开矿 思路还是没有问题 小乔的话会加 哎呀 是个仪式匕首补个血量 天轨的话利用机动性 几乎每次圣光出烧 都能杀一个天轨啊 现在天轨的话 第一世界还是处理FK主塔 不能让对方第二根践踏起来 哎呀 起来了 这位天轨又死了两三个 这亡灵的话怎么办 突然这个形式又有点不对啊 两根践踏 如果三根践踏起来 天轨就占不到便宜了 另外一边的话 小乔还在家里补状态 亡灵的经济也是非常极限啊 没有多余的钱啊 各种去吃血瓶 好 家里的话再招一波小甲虫 FK狗的话 感觉家里稳住了 又开始去骚扰对方的一个分框 接下来天轨 这里五个天轨 六个天轨 要不要强冲一下 把这个塔给处理一下 FK狗敲了两个民兵出去 亡灵再次发起进攻 现在三十大战时期 FK狗的人口慢慢补回来了啊 小强在哪呢 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 现在第三根剑塔也好了 来了 第三根剑塔也好 天轨就有点搞不动对方了 FK狗顶着无敌 又把对方的分框给搞了一波 这一波怎么完了呢 现在升级是会来防守 这边的话想空投过来 但是塔的话越来越多了 又干掉了一个天轨 人口32大战19 FK狗的人口越来越多 哇 亡灵差一丢丢就把FK狗给搞没了 但是现在塔起来 天轨最怕的就是剑塔了 这里空投一波看看 骷髅 小甲虫全部下来 界面对方先来一个圣光 小强有点扛不住 赶紧吃血瓶 对方无敌一顶 哎呀 三根剑塔 天轨搞不动了 这边五级圣骑士 也比较难处理 王林现在 哎呀 天轨死的越来越多 感觉机会不大了呀 塔一多 你天轨就拆不动 毁灭的话还能拆一拆 配槽肉厚 那天轨还是比较的脆 现在的问题就是FK狗 这继续补塔 这塔一起来的话 天轨完全拿自己没有办法 另外一边 王林还想开矿 但是FK狗提前拉了两个农民过来 糟塔 这个矿还是要属于我 王林的话拉了三条小果 处理一下这根塔 然后天轨继续在F6家里搞事 现在有三根剑 他就处理掉吧 好 小强五级了 小强五级 三级的小甲虫 圣骑士来了 身上血瓶可以吃掉了 一个圣光 趁你CD的时候搞你一波 这里的话 王林 第一时间王林还是去杀对方的农民 三级小甲虫继续招 这里的话 血瓶已经吃掉了 飞艇在哪 飞艇好像被对方给搞掉了 那你小强有点危险 小强没有回程 对方这个建筑学也是非常讲究的 你出不去 哎呀 这小强成了瓮中之憋了 一个圣光带走 圣骑士六级了 六级圣骑士FK狗 会不会灵性的升个大招呢 暂时没有啊 这边小甲虫 三级的小甲虫 拆你的这个塔还是比较的给力 另外一边天鬼 去外面拆一点违章建筑 三哥小狗 把对方的这根塔给处理一下 现在好 圣骑士又单传回来 把你的这边传入处 果然很人性 也设了一个大招 农民复活了 你杀了我半天农民 我一招让他们复活 一般来说 圣骑士这个大招用处都不是很有用 但这一局 这个大招真的非常有用啊 农民死的差不多 本来一个一个灶啊 费时间 结果一个大招 农民复活 嗯 舒服了 这个经济马上又恢复好了 哎呀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亡灵就有点亏了啊 你五金英雄被对方给弄死 是吧 你费了半天劲 把对方的农民给杀完了 结果对方一个大招 复活了 我影响不大 等你继续来 我这边塔又起来了 哎 这亡灵的话 有点难受啊 很有机会 啊 但是每次都差一丢丢 期待他们第四回合的战斗 啊 这是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 看起来还是要FKK获胜啊 如果这一局获胜 那就是2比1了 之前两局双方达成1比1平 我们看一下 这里还在别天鬼 天鬼的话 配合这边的甲虫 刚才的效果 确实也还可以 现在FKK的塔 又要起来了 又要起来了 这里过来继续拆尾章建筑 五个天鬼 我们的部队 遭到了攻击 一切都看在眼里 好 拆了半天 炸弹人来了 FKK的话 炸弹人来 哎 他还有点秀 对方反应过来了 哎 好 手动点一下这个炸弹人 炸弹人 他想炸两个吗 哎 FQ你还不炸 可能没有 好 他还是炸了 这边天鬼过来 处理一下这个圣骑士 圣骑士要把这个冰塔给弄掉 那冰塔一打掉 王岭这个分宽 就彻底开不起来了 好 冰塔打掉 这边再把你这个小素生给干掉 五个天鬼 只能眼睁睁着看着 对方胡作非为 家里的话 FKK 三根塔 第四根塔 马上立起来 已经有多余的钱 开始出二英雄三英雄了 那王岭 现在的话 还是200 还是200 经济是 一天不如一天 好 小枪复活 是不是再来一次空投 里面的话 两个甲军两个扣牢 还想再一次空投 现在FK疯狂的不踏 圣骑士 把王岭的分宽全部搞掉 圣骑士现在没什么蓝啊 我们看一下资源 FQ500的块钱 将近600 追据的话 买人的道具还是够的 王岭 再一次过来空投啊 这一波人口 32大战20 看起来是王岭人口领先 来了 天鬼第一时间 把建造中的塔坯子给干掉 天鬼太脆了啊 没有去升工房 好 来了来了 这里我再一次空投进来 小亚虫很猛 这边农民全部拉开来 现在天鬼也很小心啊 飞艇也要小心点 千万不要被对方的塔给射爆了 否则 小枪又跑不出来 那现在随着两根建塔再加上圣塔 现在王岭没有占到很多便宜 血法师一来 呼 无声技师又不缺来了啊 继续补塔 我感觉王岭现在内心是煎熬的 没一次空投下来 刚好是吧 打了一半的效果 结果对方塔又起来了 一个避难 那升级式状态马上恢复好 王岭现在去野外攻干一下 打点野冠 打点装备 抓点小钱 这边也没有去出这个盒子啊 屠宰场就没有造过 打得很极限 这里看能不能打一个好道具 这练急的被对方给抓了 有点尴尬 关键是人家一级的抓你五级的 有点没有拍面 血法师还想抢一下这个五级野人 天鬼补个伤害 打了一个闪避护斧 亡灵这一波 应该是全家老小全部拉出来战斗了啊 小狗全部拉出来 这一波赢就赢啊 不赢的话 那也无言见江东富佬了啊 一波冲 血法师过来继续盯着对方的这个分框 升旗是满血满蓝 这里还三发了一个山丘 FQ这一局完全也就是靠这个英雄来打 升旗是搞了一万年 后面再出两个英雄 这边双火球了 双火球加十的一个伤害 来了来了 亡灵再一次过来空头啊 37人口 全家老小过来冲 对方的话 我FQ家里马上五根塔 空头 一波冲 肯能不能打下 亡灵这一波也是拼了啊 小甲冲招出来 升旗是赶紧过来回防 FQ很懂得第一时间 先把对方的飞艇给搞掉 飞艇搞掉 你小强就是瘟灵中之鳖了 这里吧 跟塔打的差不多了 再有两根塔 升旗是 圣光全部留给你 这边的一个小强 完了完了 小强的飞艇又没了 吃了一个血品 这里能出来吗 出不来 这个建筑学很讲究 还得继续把对方的塔给拆一波 那山丘过来了 再锤一下你小强 哎呀 又一个圣光 小强怎么办啊 这个强走 哎 看样子能走 那山丘有锤留着给你啊 一个锤一个圣光 双T组合 血法制再过来卡个位置 小强直接要倒下 这一局双方拼的相当的惨烈 好 升旗是七级 亡灵小强再一次倒下 我们可以提前恭喜FQ 这一局FQ玩的 还是非常的惊险啊 好 山丘能到二级吗 血法师和山丘现在都是一级 顺其是 本来又恢复好了 天鬼 两个天鬼搞不动了 FQ再一次大招复活农民 哦呀 亡灵内心 应该是崩溃的 杀了半天 农民的对方一个大招复活了 好 亡灵 大臭气气 我们恭喜FQ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Yeah 中文字幕——YK